人们常说,和气处事纷争少,微笑带人运气好。 脾气就是我们在人世间的通行症,脾气的好坏,不仅影响人的心情,更会影响一生的命运,好脾气,受益终身,坏脾气,事事阻碍,人有上等命,必有好脾气。 这几种脾气是来度你的,这里是大道无形,分享骨血感悟,欢迎订阅。 一,懂得隐忍。 周易中有言,君子藏气于身,待时而动,何不利之有,动而不阔,是以出而有祸,与成气而动者也。 大致意思是,有本事的人都会收敛自己的锋芒。 再有才华,也隐藏在暗处,默默发展,等待时机的降临,不动则已,一动就有收获,不就成大气,有极力了吗? 收敛锋芒,就是所谓的隐忍,实际不合适,那我们就不出头,选择积攒实力。 要知道,能收回来的拳头,才能更好地打出去。 正如汉昭烈地刘备所言,屈身首份,一带天时,现在我比较卑微, 所以我要委屈自己,安守本分,到处拉拢人脉,静待天时的到来,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很难。 遇到不爽的事,很多人都不会隐忍,只会强出头,愈发情绪化,如此。 就容易做错事了,千万不要认为,隐忍就是软弱,就是退让。 其实,隐忍的本质是退一步而进两步,为了更好地进攻。 二,凡事一笑置之。 这种性格特质,使人能够在生活中保持愉快的心情,不被小事困扰,更好地享受生活的乐趣。 凡事一笑置之的人,往往能够传播快乐和积极的能量给他人。 他们的乐观态度和幽默感,可以缓解紧张的局势,使人陷入愉快的氛围中。 这种积极的影响力,有助于改善人际关系,增进友谊,让他们成为身边的人,喜欢相处的对象。 此外,凡事一笑置之的性格特质,也有助于自己的心理健康。 他们不会过分忧虑和抱怨,而是更容易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这种乐观和幽默的态度,有助于减轻压力,降低焦虑,提高生活质量。 三,不强求。 一个人,凡事能做到不强求,凡事顺其自然,结果往往会拥有好的命运。 那些后命之人,都能够做到任何事情都不强求,都能想得开,看得透,顺其自然。 顺其自然是一种处世哲学,而且是一种很好的,很受用的处世哲学。 顺其自然是人生快乐的最好的活法。 不抱怨,不叹息,不堕落,胜不骄,败不耐,只管奋力前行,只管走属于自己的路。 中国有句俗话叫做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而这种成事在天便是一种顺其自然,只要自己努力了,问心无愧便知足了,不奢望太多,也不失望。 顺其自然不是随波逐流,放任自流,而是应该坚持正常的学习和生活,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弄明白自己的人生方向后,踏实地顺着这条路走下去,有人曾经问游泳教练,在大江大河中遇到漩涡怎么办?教练答道,不要害怕。 只要沉住气,顺着漩涡的自转方向奋力游出,便可转危为安。 顺其自然也是如此,它不是逆流而动,也不是无所作为,而是按正确的方向去奋斗。 顺其自然不是宿命论,而是在遵守自然规律的前提下积极探索。 顺其自然不是不作为,而是有所为,有所不为。 人生如同一艘在大海中航行的帆船,偶遇风暴是无法改变的事实,只有不强求顺其自然,学会适应,才能战胜困难。 一个能做到这一步的人,往往都会有好的人生归宿,拥有好的命运。 4. 内敛 所谓内敛 其实就是低调,不张扬,那么高调与张扬为什么不好呢? 因为高调与张扬的人,容易成为他人的众矢之地,正所谓枪打出头鸟,锋芒太禄,就很容易招致祸患。 为此,老子在《道德经》中也讲,即,吃而迎之,不如其矣,揣而锐之。 不可长保,更何况,一个内敛的人,往往更具有从容与大气的品质。 而这样的人,命运大都不会太差。 5. 性格随和 古人常说,以和为贵,和一直是人们所追求的一种极高境界。 王福之曾说,天地以和顺为命。 万物以和顺为性,自然之道如此,为人处世亦是如此。 松下性之柱,被称为经营之神,无论在商界还是管理界,他都占有一席之地。 他有一句名言,丢了和之心,日本社会将不复存在,可见他对和的重视。 同样,丰田佐吉在创建丰田公司时,经营管理的座右名是天、地、人三字,并时刻提醒全体员工牢记以和为贵。 他的管理思想就来自于孟子中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和气不仅能生财,还能给你带来福报。 唐朝中兴名将郭子怡和李光碧,在平定安史之乱的过程中,各自实现了自我价值,也互相成就了对方。 这其中的秘诀便在于,和气二字,郭子怡性情宽厚,待人处世,总是和和气气。 而李光碧则个性要强,一向以严格孤傲著称,二人曾经都是朔方节度使安斯顺的衙门兜将,虽然是同事, 但李光碧一直不服郭子怡,就算与郭子怡同桌吃饭,也是吹胡子瞪眼,一句话不肯说。 后来安史之乱爆发,郭子怡被提拔为朔方节度使,李光碧一下子反乘了郭子怡的部下。 这让李光碧十分忧心,一想到之前得罪过郭子怡,就害怕他假公济私,给自己穿小鞋。 于是李光碧便主动去向郭子怡赔罪,他对郭子怡说道, 大帅,我自知有罪,情愿一死,但求你放过我的妻子儿女,郭子怡健壮,快步走下堂来,拉住李光碧的手说, 现在国家动乱,正需要您这样的名将,我怎能怀思心泄愤呢? 李光碧听后非常感动,决心与郭子怡化干戈为玉伯。 最后,二人陆立同心,共同平定安史之乱,成为了忠兴大唐的功臣,郭里二人的功业名声如日中天。 可功高镇主之臣,往往难以善终,猜忌和陷害是他们逃也逃不开的,当时深受皇帝宠信的宦官于朝恩, 对二人各种构险污蔑,李光碧一向为人刚强,他受不了小人的侮辱,不久之后便郁郁而终, 而郭子怡则深知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道理,他就如同一团棉花,始终和和气气地笑对各种诋毁与污蔑, 于朝恩对他的每一次攻击都如同打在棉花上,毫无着力之处。 最后,于朝恩因专权自私而被皇帝处死,而郭子怡却名誉等身,寿终正寝,成了真正的人生赢家。 蔡根坛,有言,性气清冷者,受享一粮薄,为和气热心之人,其福毕厚,其则一常,为人处事,应以和为贵,怀仁和之心,养千和之德,显慈和之荣,方能赢在和气。 总而言之,好脾气是一个人一生中至关重要的性格特质之一,不同类型的好脾气,如上善若水,懂得隐忍,不轻易生气和凡事一笑置之, 都能够为一个人的生活带来福气和幸福,无论是在职场成功,还是在人际关系中,都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 而且,好脾气还有助于维护身体核心里的健康。 延长寿命,因此,培养好脾气是每个人都应该努力追求的目标,它将为你的一生带来满满的福气, 希望每个人都能在日常生活中发展出这些宝贵的性格特质,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 这里是大道无形,分享国学感悟,欢迎订阅。